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大年初一登中国青年网 还发布拜年福利 透露已过团圆年 近日 在大年初一之际 青年演员肖战一大早就登上了中国青年网 官方大力推荐了肖战主演的经典剧目《斗罗大陆》 鼓励所有人向阳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本人也发布了拜年福利 携手兔子队长为大家送祝福 IP地址显示在重庆 这就意味着肖战已经和家里人过一个团圆年和幸福年 据悉 就在新年第一天 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八点 肖战凭借主演的经典之作《斗罗大陆》 也就登上了中国青年网 官媒借助肖战的影响力来鼓励所有人 无论结果是什么 都要向阳而生 坚守初心 另外肖战亲自送来了拜年福利 携带兔子队长为粉丝们送祝福 祝福所有人大展宏图 前途似锦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一早起来就看到了肖战的好消息 自然都非常开心 特别是看到肖战已过团圆年 能够在家里过年 这肯定是肖战和所有小飞侠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尽管肖战没有登上春晚的舞台 但能够陪伴家人 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家庭上 没有任何问题 过完年肖战就要继续打拼了 据少离多 总之祝肖战新年快乐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安排肖战的七天乐 去年就是如此 肖战作为名副其实的优质偶像和实力派演员 未来肖战的发展状态如何 不用多说 一定可以顺顺利利 迎接肖战的舞台和作品 只会越来越多 肖战值得如此 新年新气象 祝肖战和所有的粉丝们 勇往直前 不辜负热爱 肖战工作室文案成粉丝发圈金句 亲友看了要搜索 粉丝 面子有了 在内于一众工作室之中 肖战工作室一定是最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除了有肖战工作室是内于 唯一一个不会被粉丝们骂的特殊地位之外 还是因为肖战工作室每次出现之时那极度能够彰显文化素养的文案 每次肖战出席各大活动时 粉丝们总知道肖战工作室出图不会快 因为小事要去写诗 等到有了一段文咒咒的文案之后 粉丝们才能看到这工作室出品 因为2023年肖战没有出现在各大晚会上 粉丝们再见不到肖战还稍微有些失望时 肖战联动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了疯狂营业 一场重庆的冬雪肖战高兴的连发多个平台 文案之中尽是自己的喜悦 同样是发肖战的图 肖战工作室可不能像老板一样随意了 而是非常官方的又开始文咒咒了 祝大家微蕾反指 严比辖灵敬宁建春 纸油并茂 新春家平常乐安 肖战工作室两次的文案输出 可以说尽显工作室的文化水平 微蕾反指 严比辖灵室敬宇 意味祝福别人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是对他人最好的祝福 其中微蕾反指本位草木茂盛 开枝散叶之意 后隐身为繁荣幸福 多福多寿 而言比是延年亦寿之意 霞灵则是对老年人高寿的敬宇 二者相辅相成 是对别人最好的祝福了 敬宁建春 纸油并茂同样是一句祝福语 表示祝愿对方的日子能够安稳度过 后续事业和福气能够蓬勃发展 在新年之时能够给到如此祝福 肖战工作室绝对是用心了的 在粉丝们搜索完这两句的意思后 纷纷不约而同的将这些话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 而他们的亲朋好友看到了也只能自己暗自搜索 不能暴露自己看不懂的事实 而这一波操作也让粉丝们赚足了面子 这种话语若是没有足够多的文化底蕴和素养 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其实 肖战工作室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是如此风格 以足够亮眼的文案给到肖战最大的夸赞 给到粉丝们最好的祝福 小事的潜词造句一直都十分讲究 不会进行华丽的辞早堆砌 而是真心实意的用精美的文字 诉说自己的内心 都说工作室是为了艺人服务的 在日常工作中工作室的文案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艺人的追求 尤其是肖战 因为肖战本人自己说过 在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完成了文案和照片的编辑后 他会自己亲眼过一遍 然后才会发布 肖战工作室的诸多文案和小事 也是在肖战的过目之下发布出来的 甚至肖战会对其他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 再进行修改 如此 肖战工作室能够有如此高的评价 那就不足为奇了 谁让老板亲自过目了呢 新的一年已经来到 肖战也是用频繁的营业与大家欢度佳节 而肖战工作室则是贡献了 可以用来发圈的文案金句 让粉丝们在亲友面前赚够了面子 也是好事一桩了 肖战那片海入悬演绎之都规划 已经过审发证 播出难度小 近日首都广播电视官方宣布青年演员肖战和李沁合作主演的那片海入选了演绎之都规划 北京致力于打造演绎之都 在工作报告里被提到了 重要性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 官媒首都广播电视直接表态那片海已经过审发证 可以保持期待 这一番话信心十足 很明显那片海播出的难度非常小 据首都广播电视官方透露 北京市力求打造演绎之都 而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新剧《那片海》自然而然入选演绎之都的规划当中 是一部让高层都非常关注和重视的热门带播剧 另一方面 官媒还宣布《那片海》过审发证 相较于肖战另一部剧《玉谷摇那片海》可以说是非常幸福 根本不用担心播出难度 非常小 只看如何排播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特别期待肖战和李沁合作主演的新剧 肖战换一种风格出现在观众面前 想一想都非常激动 肖战总是能够带来惊喜 在塑造角色的同时 肖战敢于接受挑战 突破自我 有惊喜也有感动 这就是肖战 总之祝福且恭喜肖战 作为实力派演员和优质偶像 肖战的前途完全不用担心 一直都在正轨上 顺顺利利往前走即可 作为粉丝 不用考虑这么多 继续坚守初心 谨言顺行 保持理性 不给任何人制造话题 诋毁肖战的机会 肖战的作品值得期待 肖战要顺顺利利 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